你不想去 刚才那个 是你哥哥吧 是 给你提个小建议 你提醒一下他 叫他收敛一点 他怎么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不过今天来的 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 像他那个样子 到处跟别人套近或什么的 可能会招人反感 我知道了 我会跟他说的 那个John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他还设计部的 我对他不太了解 你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吗 反正你是单身 不要随便拒绝别人 谢谢学姐关心 不过现在 我心里边已经有人了 是吗 不会还是高牧吧 学姐果然还是因为 过去的事情跟我过不去 高牧是我的上司 也是我的朋友 他对你更是一心一意 如果你还是对过去的事情 耿耿于怀的话 最后受伤的可能会是你自己 开开玩笑而已 干吗那么认真 我知道你心里的那个人是谁 只是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他了 人都是会变的 你还是要向前看 学姐说得没错 人是要向前看 不过我好像学会了 可是学姐 为什么还是总看过去呢 这个口红不适合你 我会也会是正终点 我是说什么 我们就这么好 我刚才会得到 会说到演员 期待 人时刻